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痕累累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支撑好拆一点 拆除之后表面不要这么难看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位朋友的模型来做个示范 同时简单说明一下Cura里面几个支撑参数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步骤 设定模型要长支撑的地方 假设这个模型因为强度的要求 必须这样躺着硬 所以它一定要长支撑的地方就是左边的这个部分了 现在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支撑的说明 我们会看到下面要长支撑 中间也要长支撑 只要在黄色的这个地方长好支撑 这个模型就可以顺利的往上映 所以支撑位置要选择每个地方 这样中间的部分才能长到支撑 另外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因为支撑位置选择每个地方 所以洞里面会长支撑 但是洞里面的支撑在后续拆除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支撑结合距离我们设成零 这样洞里面就会比较干净 没有支撑了 所谓的支撑结合距离 就是当两个支撑块距离靠很近的时候 会自动合并成一块 这样支撑会比较牢固 平时列印的时候 用预设的二毫米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支撑我们不要让洞里面长支撑 所以我们就设成零 也就是不管周围的支撑块靠的有多近 彼此都是独立的 不会合并成一块 另外这类模型建议不要勾选使用塔形支撑 使用塔形支撑大部分是用来支撑模型很细小的地方 如果这个模型我们勾选了使用塔形支撑 就算支撑结合距离我们调成了零 洞里面还是有可能长一些支撑 所以不要勾选它 第二个步骤 支撑好不好拆 需要调整以下几个主要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支撑列印样式 建议选择锯齿状 锯齿状是一整条支撑串联起来的 所以在拆支撑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支撑一拉就是一整条 同时支撑墙壁线条数设零 也就是支撑外围没有额外的墙壁 这样子就有空间让捏子能够伸进去 慢慢的拉支撑把它拆除掉 就像影片这个样子 一点一点慢慢顺着支撑的路线拉出来 拆除它 第二个参数是支撑填充线条方向 例如这个模型 如果方向是九十 支撑就会像一面墙一样 捏子想要伸进去拆支撑都不方便 如果我们把方向改成零 这样就会有空隙了 捏子伸进去拆支撑就方便多了 再来看看这个模型 因为是圆的 所以方向设成零或是九十都可以 但是零的方向比九十的方向更好拆 所以我们就设零吧 第三个参数是支撑密度 密度越少支撑越好拆 一般设十到二十就可以了 我们就设十五吧 第四个参数 支撑技间距 这是支撑好不好拆 最重要的关键参数 支撑技间距就是模型和支撑的垂直距离 支撑技间距的数字必须是层高的倍数 它是一层一层在计算的 例如层高是0.2 技间距就是0.2或0.4或0.6等等的 假设层高0.2 支撑技间距是0.2 模型和支撑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层 假设 技间距是0.4 模型和支撑之间的距离就是两层 如果技间距是0 那模型和支撑就会整个粘在一起 完全拆不下来了 所以技间距越小支撑越难拆 相反的Z间距越大支撑越好拆 但是表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掉丝的状况 比较不好看 另外如果您的线材是属于比较粘的 粘性比较强的 建议Z间距可以设大一点 例如层高是0.15 Z间距就可以设3 0.3 让支撑和模型之间的距离由一层变两层 这样子会比较好拆一点 一般PLA线材Z间距是0.2 表面不会太难看 支撑也不会太难拆 但是层高就必须是0.1或0.2 Z间距才能设成0.2 因为支撑Z间距的数字 必须是层高的倍数 这个限制也是KURA比较不好的地方 有空大家都可以自己变化一下数字 列印出来比较看看 这里支撑Z间距我们就统一设0.2吧 第五个参数就是支撑XY间距 XY间距就是模型和支撑的平行距离 如果距离设得太近 支撑就会太靠近模型 支撑就不好拆 不小心还可能伤到模型 如果距离设得太远 有些地方可能又长不到支撑 一般我们会设0.8或是1.2的距离 会比较适合一点 这个模型我们就设1.28 该撑的也撑到了 又不会离模型太近 支撑也比较好拆 以上的参数设定好了之后 原则上拆支撑就不会太难了 但是拆完之后表面可能会长这个样子 有支撑留下来的8 如果非常在意的朋友 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步骤 支撑好拆 表面又不会太难看的参数设定 有一些模型列印之后 可能还要进行组装 所以表面当然是越平滑越好咯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使用 启用支撑界面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会让模型的表面撑得比较均匀 但是也因为支撑和模型的接触面积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支撑反而变得比较难拆 尤其是像这个模型的中间 它是属于半封闭的状态 所以就更难拆了 如果直接使用Kura预设的参数 就会像影片这个样子 模型跟支撑粘的比较紧 拆支撑拆的很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参数上的调整 首先勾选启用支撑顶板 下面的支撑顶板厚度一定是层高的倍数 例如层高是0.2 支撑顶板厚度就可以设0.4或0.6 顶板薄一点有时候会比较好拆 这里我们就设0.4吧 再来是支撑顶板密度 想要拆掉支撑之后表面比较好看一点的话 就可以设100%或80% 这里我们就设100%吧 接下来支撑顶板列印样式 建议最好不要选同心圆 同心圆有时候会因为模型造型的不同 支撑密度的不同 支撑顶板在列印第一层的时候 会有可能有吊丝的状态 如果想要支撑顶板平一点 那这个厚度就要硬厚一点 就要多硬几层 那这样反而增加了拆支撑的难度 尤其是像这种封闭式的支撑 那就更难拆了 除此之外 同心圆的边是没有缺口的 不像其他的样式 它是会有缺口的 那有缺口反而会比较好拆 所以这里支撑顶板列印样式 我们就先设锯齿状吧 以上三个步骤都调整好了之后 支撑就会比较好拆 表面也不会太难看了 最后如果觉得还是不够好拆 不够好看 我们可以针对模型和支撑 接触到的第一层 例如这个模型的第20层 以及第62层 单独针对这两层进行部分的参数调整 首先先到扩充功能的后处理的修改居扣档案 然后添加一个脚本 选Change ATZ 这一个 下面的我们就选择层数 再来换层的地方 数入19 表示印完第19层之后 第20层要调整参数 再来适用于的这个部分 我们选下面的单层 表示只针对这一层 第20层进行参数调整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降低列印速度 提高流量 降低温度 让第20层在列印的时候 可以慢慢的印跳量 冷却快一点 同时顺利挤出 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针对第62层 也来做这个设定 这样的设定调整之后 列印的结果也是很好拆 表面也是还不错的 最后重要提醒 拆支撑的工具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剪刀 或者是刀片 这是非常危险的 支撑可以慢慢拆 耐心拆 安全第一 今天分享的参数设定 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 线材特性以及模型的造型 进行不同的调整测试 机器的稳定度 线材的状况 列印的温度 流量 速度 都会对支撑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如果可能有好品质 还是需要自己慢慢的去测出 最适合的参数 最后这个模型 所有的参数都已经放到网络上了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简介中 点击连结去观看 做个参考 做个比较 另外 有关支撑的其他教学影片连结 也都会放在留言区或是简介中 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观看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点小小的帮助 还请帮我们三连点赞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